大台擦車車一間過 現場馬上碰碰音 營業的總統往往要等十多分鐘才的消息 但不到五分鐘 後一台車又來 為了不要吃到頭 自立鄉親只能用手中水平安起來 真的擦車車對著自立人健康的一載損害 但現在自立鄉民代表會決定不載進來 要替鄉民進出身體健康的產業 自立鄉親只能接著代表和村長一起工作秘書上 進行了一張揮建設的會議 討論後來的訴求和行動 這是吹一份熱意見 但是沒辦法 他們沒有理會 最後我們就是要跟我們治理一樣 我們要去合一對方 不用知道他們本身破壞這裡 這個空氣無難 這個空汙的問題 後來我們就是在地圖的轉 我們人民身體健康 但是他不理不理啊 像是他改正的方向 來回規讓我們地圖 這樣我感覺 他是真正六十來回規地圖這樣 對 身體健康是好免的 對 身體健康 對 身體健康 已經是這幾天台會 我們全部要照顧 不會議帥 沒有公訴這件 最後一次 文化管理 看三天兩天 如果沒有處理 我們就要最行動了 議帥之後 做一個結論之後 公訴 公訴的全員規格 大家出在共識後 最快來到三桌的車 畢竟的地方站 來掌握五點的情形 三桌的車不是標車 而且造型營養的狀況 讓現場的代表和船長 都感覺很慷慨 因此主席林志龍 也決定三天後 被用空間的行動 來表達訴求 既然得不到善意的回應 我們議帥說 在三天來 馬上緊急通知 我們河川局和管府 他們如果沒有來停止 所謂的動作 造成空氣污染 我們想在三天裡面 一定要來活動大型的空間 代表會也強調 在香港所和代表會 已經投資和蘇豪局 以及管護工部署 進行協調和總談 但跟大友館 在北條正式的回應 因此之後 用大規模的空間行動 來要求相關單位 重視水利來的訴求 記者今天算是台空報道